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我们要跟我们家的家神 还要跟我们家的祖先 禀告说 我们现在就到超马 这边来学习了 那么超马就是天地认证的 所以跟我们家里的神明 禀告 请他打帮主导 可以协助我们 这个转师 让他去你的房地师 转什么 转这个超马 帮忙转 其实我们是天员的志工 那里跟祖先禀告 早上早时还在说 你知道早上早时还在讲 网络公修还在讲 其实我就发现其实有 就是好像就 我们这样禀告以后 一天禀告两天禀告 其实讲久了 你会发现 自己每次在上香 然后碰茶的时候 会发现 好像家的神 还有祖先好像就很厉害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就会发现 所以会发现 家里不要说什么 不可能没有生活性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 发现讲话 大家都变比较柔软的 其实那个柔软是什么 因为其实 就是我们开始变柔软了 那其实家人就感受得到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怎样 跟我们讲大声话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先改变 让自己大家我们回去做实验 我们永远一定要变成家里的什么 一尊佛菩萨 我们不要变成是永远都是什么 都是好像我们是受害者的险害 这样我们永远都会怎样 都会觉得是自己怎么样 真的受伤害的那一个人 其实我们是什么 造势者 大家都想见 对不对 所谓的家里的不远 是不是因为我们 大家看一下德乡女人话 同学有没有看德乡女人话 当你不理解的时候 当你那个提示要来的时候 我请大家邀请大家 再看一下德乡女人话 真的有时候 最近不是做四组曲奇卡 大家有没有四个曲奇卡都有 我们的太阳卡 还有我们的风圣卡 还有我们的富有卡 还有我们的德乡卡 当你出那个卡的时候 我跟你说 大家一定会有很有感觉 那昨天有同学问我好可爱 她说福姐我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抽德乡卡 然后车这个抽这个曲奇卡 然后108天 大家说可不可以 可以 对啊 老师并没有说时间过了 你不能抽 你不能分享 可以吗 可是你就大家自己要求自己说 我要这样做 我要做108天 可以吗 可以的 所以大家试试看看 必须现在已经60几天了 我觉得真的会提醒自己 每天你就非要怎么样 非要认真过日子 那认真过日子是怎样 要喜乐丰盛啊 对不对 因为过去很多我们都要厘清 都要整理 还要怎么样 还要忏悔 都忏不完耶 要不要增加新的 不要 不要增加新的 我们就好好的怎么样 落实老师教我们的法 那在生活当中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幸福 好 以上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